開始來關心的是 境界發生重大的風紀案 在新北投風車的所在 有更多名的警察 涉嫌告結到台瓣夾車 來開無所謂的法庭 跟主婦的出婚 由於調靠變成吊銷 後讓車主的党 定心領培 再來塞車 減風來起訴 上官的台瓣夾車 跟警察 但警察這部分 就二十二的人 感謝 在本年以上的檢視 從今年開始 新北投風車的頂地 有各國警察聯絡比新聞 因為有台瓣夾車 去到祖臨公司 頂車主委委託 各台車為規定調靠 希望能夠更加合適用 就希望告結警方 開補協的法庭 或調靠變成吊銷了 就讓人家白重新國區 竟然在這個政策中間 依照探戈 頂過頂罪行 其所包括二十二位警察 十五位台瓣夾車 也有台瓣親為完工 依照貪污治罪條例的 違背職務收賄罪 土利罪 偽造文書罪 然後起訴 總計 四十名被告 警察開機昂端有四種情形 包括 無掛車牌違規 停車調調查車牌 做不實的處理 車主沒有實際開車到現場 也有台瓣夾車 應感染團車接備資料給警察 直接開單 土利的總監押到四點七月 在境外傳授重大 法機関 警察兩發入的老康 一邊在兩隻口 一邊在收回口 像說這種情形 能夠出現 高東部也提出方法 違法院也在今年的四月十四號 三度通過了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 第六十六條的修正早案 明定必須要把前面的調扣 牌照的處分執行完之後 才能夠重新來辦理凝照 杜絕這樣子的一個漏洞 高東部表示 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相關修法 在今年四月 立法院三度通過 並定拜託 若是被調扣了 若是又被調消 要是把原廚分接行刷了 才能重新壓白 記者綜合佈渡